白白每日吃的补品越来越多,伙食也好,功力不见长,身子倒是胖了一圈。 夜里,莫言抱着越发丰满妖娆的小美人儿,也越发满意。 该胖的地方,胖了不少,该瘦的地方依然很瘦,小狐狸精天生就是个诱人的游物。 怎么好看,怎么长? 一人一胡的生活快乐逍遥,终于在某一天迎来了一个变数。 这事儿还是要由莫言的肆意抢劫行为说起。 莫言素来油盐不尽,能进他发眼的人就很少,难得这回有他想要的东西,一些小仙小妖们不免打起了小算盘。 想透过主动献宝跟他搭上关系。 有了这位强人的屁伙,以后在三界之内横着走也没关系,其他神仙妖魔要动他,还得掂量一下是不是惹得起这位强人靠山。 不过,要找到莫言的行踪可不容易,莫言不喜欢旁人窥伺也不耐烦和一般神仙妖怪打交道,通常只有在某处传出被莫言打劫的消息。 然后大家才知道,莫言来过,不过已经走了。 当然,聪明的妖精还是可以从莫言活动的路线中猜出他的动向。 悠悠就是其中一只非常聪明而且美丽多情的妖精。 这一日,白白撒娇要吃烤鸡,莫言便把他带到某个小镇上最好的酒楼去打家。 莫言选了一个雅仙坐下,但小二上完菜退下,白白才从莫言的衣袖里钻出来跳到桌上,冲着烤鸡就向阿巫一口。 莫言眼明手快,一伸手把他抱回来,白白满怀希望的一口落空了。 用力在他怀里扭动撒娇道。 我要吃烤鸡,散开我了。 变成人形,规规矩矩矩坐下来用筷子吃。 莫言不容商量道,之前考虑到他根基受损,身子虚弱,所以随便他。 现在他每天吃得那么薄,元气充沛,一定要让他老老实实学规矩。 而且,他不想只有夜晚亲热的时候,才看到他变成人形的俏理模样。 必须让他习惯身为人的生活方式。 白白这些天来,被浇灌得早就忘了对莫言的恐惧。 文言扬起小脑袋,大声反抗道。 不要,我就要现在吃。 文言扬起小脑袋,那就别吃了。 白白好些日子没有被他凶了,眨眨眼睛一副要哭的样子。 文言看在眼里,竟然觉得有些心软,一时间一人一胡就这么僵持在那里。 亚间的门被含蓄温柔地敲了几下,一个女子的声音从外面传来,柔美中带着空灵优雅。 里面的可是眼睛吗? 幽幽的容貌远不及白白,但是人如其声,身上同样洋溢着一种空灵优雅的气质,柔柔弯弯地走进雅间,向莫言尾身行了一礼。 举手投足之间,风华足以碎人。 微风过畜,一阵若有若无的香气便让人心旷神怡。 莫言美人见多了,见到她也不由得眼前一亮,心中暗道。 哼,果然不愧是有千年修为的幽蓝妖精,胜过一般花妖多矣。 本来她带着白白暂时无心去招惹旁的美人,不过刚才白白不听话,她才故意把这蓝花妖精叫来,好让白白有点危机感。 白白功力浅薄,不知道门外来的是人是要。 听闻莫言招呼人进来,第一个反应就是躲到她袖子里。 之前在客栈也是这样,一个大男人带着一只白狐狸,容易引起旁人注意。 虽然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莫言,但是白白不愿意被人指指点点的关注,尤其她虽然在人间已经有了几个月,但始终有着陌生感。 平时能不见人,也不见人。 悠悠刚才进来之前曾经见人声,现下却只见莫言一人在座,碗筷倒是放了两副,心里觉得有些奇怪,但也不好多问。 从见到莫言起,她就觉得自己没有来错。 这样俊朗不凡的男子,值得自己放下矜持,主动亲近。 一双柔的滴出水的丹凤眼,寒情默默的看着心中的如意郎君,悠悠清洗英醇,开口道。 听闻眼君近日四处搜寻仙草灵丹,妾身洞府之中正好种有一株幽兰仙草,乃是妾身五百年前种下的,不知……不知眼君可有兴趣到妾身的洞府中一游。 莫言勾纯笑了笑,起身两步伸手轻轻一揽,便将悠悠拥入怀里。 低头清秀她净上淡淡的忧香,懒洋洋的。 你来,就只是想请我到你洞府里看一株仙草。 悠悠翘脸烟红,既有些埋怨默眼的大胆轻薄,又偷偷心洗于对方似乎对自己有意, 英宁一声半推半就的挨在默眼怀里。 啊,眼睛想要什么? 却身敢不从命吗? 言下之意,你要仙草也好,要我也成。 女妖精不像人间女子那般被礼教约束,素来都是多情又主动。 悠悠这样已经算是十分含蓄了,这样一个美人送上门来任君采摘, 无疑能满足一个男人的男性自尊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不畏所动的男人就太少了。 至少,默眼不属于这少数另类男人中的一员。 伸手轻浮悠悠粉嫩英纯,默眼低沉笑道。 哈哈,如此,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就在两人眉来眼去,狼情惬意,即将高得成千的重要时刻。 忽然从男主角的袖子里弹出毛茸茸白乎乎的一团。 悠悠骤然看见晴郎袖子里冒出不明物体,满心荡漾的春意顿时被吓得九霄云外。 啊的一声惊叫,推开墨眼,猛退几步。 那,那是什么? 白白没有注意到墨眼瞬间的僵硬,很有礼貌地打招呼。 我叫白白,兰花姐姐好。 她在袖子里闻到烤鸡的味道,早已经神思不数,偏偏悠悠,一点要离开的意思都没有。 忍无可忍之下,只好主动出来打招呼,然后开饭。 反正眼前这个姐姐一看就是兰花修成的妖精,大家算是同类,那就不必隐藏行踪了。 悠悠自觉在墨眼面前大大失态,一张美丽的小脸儿,不知该哭该笑,尴尬道。 你,你好,谢身名叫悠悠。 这狐狸精跟墨眼是什么关系呢? 你等一下再去她家好不好? 白白跳出墨眼的袖子,抱住她的手臂央求道。 墨眼心中暗自得意,小狐狸吃醋了,直到担心,以后就该好好听话。 可惜还没高兴完,就听白白继续说。 烤鸡还没有吃呢,那多浪费呀。 一瞬间,似乎有什么东西从那双刚刚差点勾搭上的男女脸上碎裂下来,两个大人同时被小狐狸窘到了。 悠悠的洞府自然在幽谷之中,没有精致的亭台楼阁,也没有假山园林。 一切似乎都是不经人工雕琢的自然清幽。 偏偏芳草丛生,花木浮疏,清晰流泉。 每一样都出现在他们该出现的地方。 随意在路旁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,也会发现那石头形状刚好。 所坐的位置平滑舒适,仿佛特意为了让人方便休息而生。 白白不懂这些布置的精妙巧思,他只觉得重新回到山野,看到满眼的花花草草,还有蜜蜂蝴蝶实在是件令他开心快活的事。 不等主人招呼,便欢呼一声跳到地上,追蝴蝶去了。 悠悠暗自舒口气,走了正好,别来碍着他的事。 默言也不是个不解风情的,两人四目相对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 白白跑了一小段路,发现宫靠山没有跟来,心里一阵虚。 最近他总是做噩梦,梦见天洁来了,一道道惊雷,把他打得魂飞魄散。 再看一眼这里四处静悄悄的。 漂亮是漂亮,却好像有什么危险在等着他。 不行,不行,还是要回到宫靠山身边比较安全。 于是,就在那一双野鸳鸯,衣衫半退,稳坐一团,马上就要找张舒服的床进入正体时。 意外再次发生了。 咦,我也要玩轻轻。 白白四肢并用,一下扑到两人身上大叫道。 宫靠山怎么可以趁他不在,偷偷跟别人玩,他也要玩。 悠悠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面对这样的尴尬了。 莫言的脸色一沉。 你自己玩去,不许到了。 白白无辜又委屈地看着他,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他了,为什么今天对他这么凶。 莫言烦躁地,剥了剥有些凌乱的头。 这样看着我干什么?我要跟他练双修之法,你也要看。 白白文言眨眨眼睛,看向他身边默默无语,揪着散乱衣裙低头不语的悠悠。 担心地,第一次很不舒服的。 悠悠恶然抬头,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心地。 狐狸精就是狐狸精,真是不知羞耻得很,这样的事都敢当面说。 转念一想,更有些不是味道,又是得意。 我,我看起来就那么贞洁纯情,他怎么说是第一次,我,我明明早就不是了。 他却不知道,白白以为的第一次,根本与厨子贞洁无关。 事实上,他压根不知道贞洁是个什么东西,否则也不会被莫言,轻易骗色。 他一直以为,所谓的第一次,就是两个人第一次与对方修炼双修之法。 他,首次合作,有些不协调不舒服,也是正常的嘛,至少他是这么想的。 事情最后,一抹眼拎着白白,退场告终。 悠悠一双丹凤眼,似称微怨地打亮着眼前的一人一胡,知道线下注定成不了事。 很有风度的李李衣裙,尾身行礼的。 眼君有事,但可自去料理,晚点来找妾身,也不妨。 说吧,优雅转身离场,留给莫言一个风情婀娜的背影。 可惜,莫言这时已经无心欣赏。 他只想养只宠物在身边消遣姐们儿,岂知这小家伙竟然三番两次坏他好事儿。 再不教训,以后还得了。 白白见莫言脸色阴沉,偏真的以为悠悠因为怕不舒服,所以临时决定不和他练双修之法。 他被拒绝了,所以不高兴。 自己好像在他的合作伙伴面前拆了他的台呢。 公靠山这些天对他不错,他现在心情不好,需要安慰,自己就当报答他一下。 他请自己吃了好多烤鸡呢。 想到这里,白白摇摇尾巴变出人形,主动抱住墨眼讨好的。 那他不跟你修练双修之法,我陪你练好不好。 说着,在他身上蹭一蹭,点起脚尖在他唇上大力地扁揭了一口,小咪咪地看着他。 一个多月亲密无间的同居生活,两人的身体早已经互相熟悉。 白白身上甜色的花果香气饮满鼻尖,玲珑妖娆的身体紧贴着他。 一瞬间,墨眼便有了反应。 墨眼自然感受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,刚才被那兰花妖精勾出的热火,这时又重新燃起。 火势之猛烈,比之前,游胜败倍。 但是听到白白的话,他眉头皱起来,深呼吸一口气,勉强压下玉眼,毫不留情地一手将白白推了开去。 白白倒退几步,满脸不解地看着他,神情无辜又可怜。 我要跟谁修炼双修之法,莫非还要你点头? 莫眼冷笑道,没想到这只笨狐狸看似不懂情史,却已经恃宠而交,想独占他了。 简直是笑话,这次绝不能再继续放任他。 白白眨眨眨眼睛,也被莫眼莫名其妙地脾气惹恼了。 斗嘴他不擅长,跺跺脚气道。 坏蛋,我讨厌你。 说着,转身就跑,一时间连对天节来临的恐惧都暂时抛在脑后。 越来越没有规矩了,莫眼走上两步,想把他抓回来好好教训。 可是,要怎么教训呢? 打的话,这只小狐狸哭起来惊天动地。 骂呢,他就算不顶嘴,可是同样不会听话。 看着白白美丽的背影消失在林子里,莫眼一甩袖子,心道。 我为他花那么多心思做什么,不过是只笨笨的小狐狸,还不如找那兰花妖精销魂一夜呢。 悠悠自然是无比欢迎他的到来,捣蛋的小狐狸精不在身边,两人也不多话,衣衫退进,携手,共赴乌山去了。 默眼浮在悠悠香软的身子上云语缠绵,美人娇声俐俐地取一成欢,本该享受非常,偏偏他始终无法专心,眼前晃来晃去的都是白白离开前那委屈不解又无辜的样子,聊得他心烦气躁。 男女之事最讲究情调和双方投入,只有悠悠一头热,感觉自然要比之前和白白在一起时差了许多。 默眼本来觉得风情别致的美人,到了床上却又大感兴趣所然,草草了事之后扔下枕边人劈起黑袍,连情话都没说一句,转身就走了。 悠悠悠悠悠然等着他远去的背影,暗自脆倒。 哼,看着风流时去,踩上手了,就硬邦邦的跟臭石头一样,臭男人。 无心之下,把幽兰仙子精心布置的暧昧约会搞得很扫兴的白白,一个人乱闯乱撞,不知不觉就出了山谷,天色渐暗。 白白气氛之下走得匆忙,也没注意认路,幸好狐泪和犬泪是尽情,要回去倒是不难的。 只是他心中郁闷,不愿意这么灰溜溜的又回到公靠山身边,任他欺负。 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又一阵,山路上忽然听到有人声,白白一闪躲到树后,听着那两个有点熟悉的声音由远而近。 你说我身上这毒什么时候能排清呀? 空兄弟,不是我催你,实在是现在这样我不习惯得很呢。 哀声叹气的声音听起来竟像是灵青剑,他怎么会跑到荒山野地里来? 至少还得要两三个月,你现在这模样不习惯也正常,我不是带你出来见美女散心了吗? 这个声音也很熟,是红狐狸,红红? 红兄弟,那幽蓝妖精真有你说的那么漂亮,能比那白狐狸漂亮吗? 从灵青剑的声音就可以想象得到,还色眯眯的表情。 哀,你想的美,白狐狸那样的美人,就是九天仙子也未必比得上。 不过这幽蓝妖精也不差,你见了就知道了,长得漂亮不说,身上那股子绝世蓝香才真叫销魂呢。 十多年前,我应天节之前,曾经见过他一面,不过他修为比我高,看不上我这种未得大成的小狐狭,我那时候就发誓,等我度过天节,修为大成,定要寻个机会和他亲近亲近。 一说到美人,红红的声音也兴奋起来,两个声音热切讨论了一番追美大计,弹性越见高涨,忽然灵青剑一声长叹。 哎,借了又如何呢,顶多只能干瞪眼儿,我现在这样,休于见人呢。 哎,那个,红兄弟,我不是嫌弃你的躯壳,口误,口误啊。 红红听了甚是不愤。 哼,若不是你一句口诀都学不好,也不会整天只顶着我的狐身到处走,我这躯壳化为人形之时,世间又有几个男子能和我比。 灵青剑甘笑几声,心里有些不适滋味,自己的样貌和风流天成的红红相比,确实是差了那么一点点,不过谁呀人家是狐狸精呢? 谁在那里? 红红突然对着白白藏身的树林阴影出喝道,白白探出身子,正好见到灵青剑站在山路中间, 肩上趴着一只红狐狸,正是红红。 红红,我是白白,你怎么会到这里来? 白白很开心地走上前去,同类相见的激动堪比身在异地见到老乡,尤其是在他心情低落的时候。 山路上的一人一壶,骤然见到月光之下的树林阴影里,走出一个美得让人头晕目眩的白衣少女,一惊之后又是一喜。 你是白狐狸,红红的声音竟然是从灵青剑的嘴里出来的。 就是你,就是你,红红,他就是我说的那位跟黑公子在一起的美人。 红红狐狸兴奋地在灵青剑肩上立起身子的,白白吃了一惊,远睁着眼睛的。 啊,你们,你们到底谁是谁呀?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